大家好,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个焦点的问题,引起很多人的争论 那这什么事情呢?就是在11月14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理想决议 对乌克兰境内因为俄罗斯的特备军事行动 所产生的损失进行登记再册 用于记载损害损失或者是伤害的证据和索赔的资料 并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战争赔偿 那么根据估计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双方已经超过20万人死亡了 联合国一共181个成员国参与了这次投票 但是仅仅只有94个国家投的是赞成票 就是赞成俄罗斯应该对乌克兰进行战争赔偿 因为投赞成票的占了大多数 所以这项决议就被通过了 那么投赞成票的这些国家 包括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 比如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还有很多的亚洲国家 比如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新加坡等等 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 例如什么墨西哥 中东的国家 科威特 还有很多非洲的国家也投的是赞成票 那么这次投弃权票的国家特别的多 高达73个国家 其中包括有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印度 蒙古国 伊拉克 沙特 利比亚 泰国 最有意思的居然还有以色列 他们也是投的弃权票 一般人都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小弟 从来以美国为马首实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他们没有跟美国一条心 反而投的是弃权票 我想这只能有三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以色列代表弧度了 摁错钮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以色列要跟美国分岛扬镳了 转而要投靠俄罗斯 第三个可能就是以色列根本不是 从来也不是美国的小弟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独立自主的一个主权国家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政策 有自己的法律 根本不需要看美国的脸色形式 那么这次投反对票的国家 也不少 有14个国家 其中包括俄罗斯自己 还有白俄罗斯 巴哈马 叙利亚 古巴 伊朗 金巴布韦 马里 厄里特里亚 尼加拉瓜 中非共和国 朝鲜 埃塞俄比亚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认为 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战争赔偿的提案 并没有体现国际的意愿 没有体现公平和正义 没有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战争的补救和赔偿 应当通过正确的政治途径和法律程序来实现 所以这14个国家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的提案 那么网上争论的焦点在于 居然阿富汗这个国家也是投的赞成票 这个就有点出乎意料了 那有网友就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阿富汗要跟欧美国家穿一条裤子呢 那么有网友解释说了 阿富汗为什么不能投赞成票呢 苏联在1979年就入侵阿富汗 直到1991年才完成撤军 那么苏联非法占领阿富汗长达十年之久 造成阿富汗人民死亡的一百多万人 有几百万人沦为无价可归的难民 那么当时的塔利班呢 就是主要抵抗苏联的武装力量之一 所以说为什么阿富汗不能投赞成票呢 还有的网友说了 阿富汗塔利班呢 现在开始舔这个西方国家了 开始舔联合国了 就是为了获得国际的承认 实际上呢 这些网友说的都不正确 这个投赞成票的阿富汗呢 跟塔利班呢没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哈 自从美军撤离阿富汗以后呢 那么塔利班呀卷土重来 重新占领了阿富汗全境 是阿富汗事实上的统治当局 但是呢 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塔利班 联合国呢也不承认塔利班政权呢 是阿富汗的合法代表 所以呢 在联合国的阿富汗代表呢 仍然是以前的阿富汗民选政府的代表 虽然现在呢 在阿富汗已经没有这个民选政府 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呢 在联合国行使投票权的 不是塔利班政权的代表 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富汗投的是赞成票 因为跟塔利班呢 没有一毛钱关系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别忘了长按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 再见